我最近发现了报纸档有少少少少的秘密 不知真还是流 我都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Hello大家好 我是周梅先生 今集想和大家浅探一下报纸档 这一集想说一些报纸档的历史 报纸档是什么 报纸档有少少的牌照有关的事 报纸档现在怎样生存 还有我最近发现了报纸档有少少少少的秘密 不知真还是流 都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报纸档其实是香港超过百多年历史 原本都是给那些 以前很多英文报纸 中英文报纸交替的给人去看 亦都是政府发牌给这件事 是帮药洗成群的 你都看过很多的 报纸档有关的专访 为什么我会想拍这条片 我刚刚和Kent 陪伤陪伤会员拍了一条 扫好报纸档的报纸 到处排给人 而现在 亦都是支持报纸档 我看到 咦 为什么这么多报纸档 是不肯收我钱的 就是我有一次来到 我已经账了很多资金 我要买了整个报纸档的东西 然后有一间就说 你要少少 你就不用要了 就收了我 叫我拿新东西喝 然后就拿了一堆洗手液 一架上一枝 咦 OK 其他人不让我买 买了 那我怎么买给其他人 然后觉得 OK OK 然后我走到第二间 又是不让我买 我走到第三间 又是不让我买 我和我朋友会用Cent去拍 我们看到 很多很多的报纸档 已经删了 不开 就是 碰了一块布 即是在星期日 最后 还有什么一间可以买到的 他又拿了一抽出来 这些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不如你试试买这些先 这些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慢慢来 我数学不聪明 很多年的东西 我推测了 有个推来 我不知道 坚定留 但是我都希望 可以透过这个awareness 再一次说 报纸档 香港是需要有的 我们需要支持这群 弱细社群 就是他们不是偷 不是抢 每天去上班 做事 就是有一群 我删了手把 什么都不做 就拿政府钱 他们真的有用工做事 就好像之前 有一群在中环 帮人拆鞋 是不是 那你之后就说 去左街 这样那样 没有牌照 帮人来 就拿手去银食 是不是 那么很多 之后 最后有一群泰维紳士 出来帮帮手 给他们拆鞋的牌照 其实香港 一些勤力 有手有脚 肯去做事的人 我们香港人是需要去支持 那么这个正能量 我一定是需要去给出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在一个牌照 和香港太多社会有问题 是更新不了 关于一些报纸档 需要认知的东西 那么可以收拾到一间 一间一间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他们只可以买12样东西 什么12样东西呢 看看记不记得先 哈哈哈哈 就是糖 香口胶 脂装蒸馏水 梁果 打火机 纸巾 香烟 小饰物 礼仕封 电话卡 电池和原子笔 我顶你又费 谁会买原子笔呢 现在 今时今日 是不是 礼仕封 都是新年才买的 所以 你刚刚听到的那件事是什么呢 蒸馏水 其实去卖可乐 卖那些茶 卖保抗力 全部 都是 违法的 那么 你犯法都说 拉他坐牢算了 你违法你罚钱 我一晒雨淋 做一只狗 你又要罚钱 有时候 这些报纸有很多货 这些报纸来越多 你又超了 那个左阶 又要再罚钱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位置 是 牌照上 还有那个通用度 是可以增加的 这些时代 你又不肯改牌照 还有 牌照是不准转让的 就是你只不知转让给家属才可以 还是之后都不知有没有改造 就是说 这个牌照是不可以卖给其他人的 报纸档的牌照 永远都是你 然后就收拾了一间又一间 那是非常之惨的 以前那些人可以买报纸 就已经可以养全家人 现在就不行 一开始当然 你说那些新闻纸很贵 之后就开始买禁书 就是说一些平时我们不听的那些东西 就有几个水一本 之后就卖煙 卖打火机 现在差不多全部都卖煙 那一天我都立刻丢掉烟 就是我撒谱这档 但也不鼓励大家吃烟 第一 吃烟就是会令到你羊位 还有烟有Tor 有Nicotin 有Carbon Noxia Tor 就会令到你的脂气管收缩 Nicotin就令你神指不清 令你上瘾 Carbon Noxia 有些CO1就会和你红血球 就会争氧气 所以 我们是超不建议大家吃烟 所以我丢掉烟 我看到 你说那些火机 那些什么 就是那些 那你是不是每个都需要买 今天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买多其他东西 之后 发牌有一个人是可以买到一些玩具 生存空间小一点 就是可能在饮品上 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去帮他们呢 那之后 我刚刚又说回 为什么他们 不肯卖呢 是不是有钱不要 不让我们掃货呢 就是不合理 每个行业都有古灵精怪的东西 那些报纸又会加价 又不知怎样 又要收拖地 这个其他一样 第二就是 除了拖地之外 还有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近日看到 咦 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乱 他不肯收钱呢 我怀疑 就是已经好像去到那些夹公仔铺 是人都可以放东西 在那里卖 在一个offline的corrhosell 就是所有人都要扔东西给你去卖 我一次过买了 我也不知道怎样分给谁 是不是十个人给我的铺子铺 几样东西 就不知是真的留 但是看到这个东西是很心酸的 别人很想光明正大地去做生意 服务香港的市民 就是卖新闻纸 用自己的劳力 去真的做一件好事出来 但是很多的牌照跟不上的节奏 那么多人又不去care 这头说帮药细社群 这头打压药细社群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是 负责这一件事的人是很屎不洞的 就是你这样去打压他们 真的很惨 疫情 个个都倒闭 别人真的靠报纸档去养成头家 那你跟他们说 汽水又不准卖 这件不准卖 那别人就要开始做一些 就是可能做平台 给别人去寄卖不同的东西 就是已经想到这样的东西去赚 而且margin都不高了 不是啊 十几十元 几元几元几元一样东西 不同的报纸 的雜誌 那些雜誌价 的成本价又要提高 但又定价又不让人卖得便宜了 所以其实看到是 就是非常辛酸的 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人看新闻纸了 而且很多时候见到报纸档 旁边已经是一家七仔了 所以我每一次 只要我见到 大的超级市场 七仔或者有报纸档 我一定是先帮上报纸档的 原来我不用wiki search 我都不知道原来 报纸档只开卖清流水 大家都不看新闻纸 很多时候这些新闻 现在一来都已经是 Facebook、Instagram 可以看到了 Youtube还要这么多人出来说 还要全部都不看钱的 报纸档还要 给钱买 你想想 紫梅又不妨 报纸档又不妨 其实大家都不用做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如何去帮这些弱势社群 这些是香港需要有的文化 还有现在大部分 买报纸的都是行家 今天我是A报馆的 我们要看B报馆的写什么 这些板位怎么样 这件事香港政府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帮一些肯做的人 而香港真的有很多人 天天游手好走 摊牙手板 拿政府钱 有什么都不做 但有一帮人是真的在做东西 你又不用去帮他 总结来说 我觉得香港现有的文化 我们是需要去保持 我们是需要 这条片要给大家更多的 awareness 是要关心报纸档 关心刷鞋的白白 那些嬸嬸 政府也是牌照方面 是需要更多的变通 我们真的要了解文情如何去做 第四 就是真的不要吃烟 一二手烟真的会影响人 还有他这个字 还有咖啡放了 最后 只要你越有能力的人 你就越需要出来帮弱小社群 令到世界就会更美好 也希望大家留言到 听下大家有没有跟报纸档有关的经历 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喜欢看我吹响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follow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希望未来日子 可以和陪生陪生 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也都很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和温暖 欢迎大家加入陪生陪生 geric.love 多谢 多谢 多谢